那这个是做完的结果 我把它全部都删掉 重新再来过 这假如删掉 然后程式在哪里呢 程式基本上 我是把它放在模组一里面 这些删除 原来假设没有 我会把它删除 移除掉 那我们重新再来 他问你要不要汇出 不要汇出好了 直接移除 否就可以了 但是呢 刚刚那个录制聚集的时候 他其实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模组 并且帮你把它程式放进去 可是如果你要自己写 你要自己手动 那聚集录制他会自动 OK差别在这里 那首先当然 我们对VBA很陌生 所以可能要 1先了解环境 环境的话 特别注意 有些东西 我建议是1 可以怎么样 先把它做浮动 浮在上面 就是说本来这么大 缩小一点点 主要原因是你可以一边看 到底要做什么 一边写 因为你不可能 就是靠着感觉写 反正你看到什么写什么就对了 是有评有趣的 第二个的话呢 那程式会放在哪里呢 基本上你可以关 但是有时候之前有同学是这样 他可能不小心叉叉 这也关掉了 好就变这样了 他想说完蛋了 坏掉了 他想说关掉再重开 会不会就OK了 好像还是一样 他就整个人就慌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想说问我要不要重灌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顺便讲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是习惯叉叉 那关掉之后完蛋了 其实他的环境设定 一定是放在检视里面 检视指的就是画面的一个状态 就view嘛 画面 那我们最重要的那个东西 他叫做专案总管 由专案总管来管理 所以你不想关在没关系 你就再把专案总管打开 专案总管放这边 那我们的程式一律是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刚刚录制的聚集 一律是写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点两下 他就打开了 然后呢 关掉 他就OK了 你要再开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另外呢 在下方会有一个所谓的叫 这边会有一个属性 检视里面也叫属性视窗 那这个东西可以拉下来 有没有 他有时候会挡到吗 甚至你暂时如果没有用到 你可以关掉 没有关系 他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大部分都是在做表单设计的时候 才会用到 所以这个目前是用不到 没有关系 所以大概讲一下 有些可以关 有些可以开 不然有些同学对这个环境不熟悉 就会觉得很那种紧张 那再来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说你开了很多个Excel档的时候 那你要特别注意哦 他这个Excel的VPA模组哦 是会跟着你这个档案 那因为有之前有同学是开了很多个档 他结果写的程式写到别人那个档去 然后同时开启可以执行 但是关起来之后就存到别人那个档案去了 存到别人家去 然后他就回去 奇怪老师我程式怎么找不到了 后来一看真的是空的 原来他写到别的档案去了 所以有时候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这个档案名称有没有 会跟这个档案名称是一样的 这个如果你又再开一个 那你记得要写对的地方 大概说明一下 OK 第一个环境 再稍微介绍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要重新撰写程式 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以写在这下面 可以 那可不可以分开 可以 那就看你高兴了 所以这个没有说一定 那我的习惯是 干脆我另外再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新的好了 我们把它分开 比较不会互相干扰 不然你有时候会觉得 这到底哪里 跟他有没有关系 你可以开一个新的 那名称 基本上呢 他会 也许第一个第二个 但顺序有时候 你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一一定要先怎么样 开一个新的模组 好了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要写一个按钮 可以按下去 假设啦 目前那个按钮不存在 也许那个按钮名称 我叫门号好了 那那个门号 我按下去啊 他自动会在手机 这个地方 自动输出资料的话 那我需要第一个动作 插入一个程序 特别需要插入这个程序 程序的话呢 这个名称也许叫门号 就是你按钮上面那个名称 不过可能会有个问题 游标一定放这边 之前有同学 可能常问的问题是插入 程序按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游标在这里 要在这里才对 这个蛮常问到 然后程序 那这边的话 假设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 叫门号两个字好了 这个名称也可以自己取 我叫门号 OK 好 那形态的话就sub sub的话一定是按钮 OK 方选才是自定函数 所以把它分两种 sub按确定 OK 那字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工具选项 里面有个撰写风格 你原来的字可能是9号字 会太小 对不对 看起来不好看 太小了 眼睛不舒服 所以你可以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你可以把字稍微放大一点点 好 这边放大 那再来的话呢 我如果要撰写程式的话 记得就是 呃 程式按个TAB 表示下一阶 那这个阶层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阶层的话 程式都写在一起 会看不出来 所以第一个 先按个TAB TAB应该知道吧 在左边的第三个TAB键 然后呢写一个什么呢 你要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会需要多学一个 物件名称叫Sales 这个Sales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那你告诉他说 我要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钱瓜糊之后的话 记得加S哦 因为这些同学常常少打S 我要输出到哪一列 第四列 所以告诉他说第四列 豆点 第几栏呢 依然ABC你可以输入5啦 不过我建议你可以输另外一个方法 用文字 这样也可以 两种方法 这样可能比较好理解 所以意思就是输出到哪一个呢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E4的储存格 那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 一样嘛 就是他有点像在那个之前 我们输入公式一样 只是说呢 前面多打一个 在Excel编辑类里面没有打前面这个 但是这个地方等于是要 你要告诉他输出到哪里 等于什么呢 09 然后 end end哪一个呢 哪一个储存格 刚刚我们是直接点选这个储存格 不过在Excel VBA里面 你要用指向哪一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是什么 Sales 一样第四列的F欄 所以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修改就好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VBA的end 前后 需要什么 空白 OK 差别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是什么 09 然后抓什么 抓这个里面的储存格值 跟他拼 所以呢我拿前面的来复制 那复制贴上我习惯拖拉加Ctrl键 这个就Ctrl C Ctrl V 不过更快 拖拉加Ctrl键 把这个改成F 有没有 这样的话 09 所以他的流程下 09 11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串完之后 丢到前面去 我先写到这里 因为后面如果全部写完在执行 就跟刚刚打勾一样 先试一下 怎么试呢 上面有一个执行 你把它执行看看 你移到旁边 直接看得到 直接这样执行看一下 有没有 911 出现了 有没有看到 OK 你想说为什么零不见 很简单 因为储存格里面不能是零开头 因为它是数字 如果里面只要是有一个非数字 它的零就会被保留 所以 那我们很简单 你可以在后面怎么样 再串一个end 一个minus符号 这个就不是什么 不是一个数字了 再执行看看 有没有 0911- 那后面的话 其实就是照类似的逻辑 把它分别输出 那刚刚我们用一个format 用一个test函数 不过呢 在VBA里面 它不叫test 它叫format 我觉得比较合理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后面怎么样 在end end什么呢 把哪一个储存格呢 把这个 我们的 G4储存格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这个在end 复制过来 这边改成G 不过输出的话应该是84 我可以在外面包一个什么呢 包一个format 钱瓜虎 意思就是我要格式化 这个跟刚刚那个test还蛮像的 逗点 后面加一个什么 000 这样子 应该可以看懂吧 我本来是只有 这个G4 然后外面包一个format 执行的话看一下 跟正下 有标记要放这里面 执行 084 后面 再把这个 复制 Ctrl 键按住 这边改什么 H 其实我是拖拉加Ctrl 键 等于是 Ctrl C Ctrl V 但是更快 OK 因为我只有一只手 一只手拿麦克风 所以我只能这样做 所以其实 打成是不一定要两只手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执行 有没有 可是目前 他只会输出一个第四列 那你想说我现在第四列下面还到103列 那怎么办 接下来就是需要给他一个回圈 为什么因为这个回圈意思是说帮我变动列号 所以把这个是怎么样 改成那个变动的变数 他就可以自动全部做完 所以第1阶段 请各位先试一下 城市没有几行 但是这些可能都 会 是一个细节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1个 请记得 先把环境先了解 第2个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模组之后呢 再插入程序 然后分别 输入这一串 如果说细节假如说可能怕漏掉 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这边 就是刚打的程式 就在这里一模一样 好来画面先切一下 那我们刚刚只有输出 第4列 底下的话呢其实就在 配合一个 回圈 那回圈实际上就是重复执行 他会自动重复执行 那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结果都输出了 所以刚刚那个按钮其实就是一个回圈加一个 刚刚输出的这个叙述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其实VBA程式 不一定会非常多了 就三行就可以搞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 再来看回圈叙述该如何撰写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